看看新闻吧 据知情人士透露 哈文的杨年春晚总导演身份 目前已基本确认 只等批文一下来 就会向外界正式公布消息 在冯小刚指导的马年春晚 创下9.032的历届春晚最低手势之后 杨年春晚还真是成了烫手山芋 这恐怕也是哈文重出江湖的重要原因 那么哈文的接手 又会给春晚带来哪些亮点呢 疑问一 李勇回归主持 杨年春晚闹主持人慌 这个话题大家也不是讨论了一天两天了 不过到了哈文这里 似乎就有了迎刃而解的曙光 关键还在老公李勇身上 虽然李勇已经离开央视 但老伯的忙总不能不汪的吧 要是真能再度复唱夫随一番 这对于广大观众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过去的一年 无论您收获了什么 今夜我们都会邀您一起 举杯欢庆 同贺欣喜 根据央视官方微博透露的消息 著名小品表演艺术家黄红 参加了近期召开的杨年春晚座谈会 外界猜测 这很有可能是语言类节目 扛起杨年春晚大旗的信号 而凑巧的是 这个消息刚出来 今天黄红就出现在了广大媒体面前 本来以为黄老师或得或少 总该给我们透露点吧 没想到人家闪的那叫一个迅雷不进掩耳道铃耳响叮当呀 只言片语都没给咱们留下呀 不过虽然没有得到当事人证实 但是哈文偏爱语言类节目这事还是有迹可循的 2012年哈文第一次担任总导演的春晚上 语言类节目时长约为90分钟 而到了2013年就增加到了两个小时 可见哈文对这一块相当看重 但说到语言类节目 就回到了春晚老将不断流失这个老话题上来 首先赵本山会不会再上春晚 是每年春晚前夕观众必然会讨论的话题 不过由于赵本山曾连续缺席哈石春晚 外界一直盛传赵本山跟哈文不合 当事人赵本山还曾不止一次的对节目审查 提出过自己的质疑 虽然不可以说只是外界的一种推测 但想要让本山大叔重登春晚舞台 就连号召力不一般的冯小刚都没能做到 对于哈文来说难度系数恐怕就更加不可估量了 此外除了赵本山 郭德纲也是大家关注的人物 2013年郭德纲的春晚首秀 就是哈文请他出山的 不过这一次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亮相 却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反响 反而落得除了不好玩 其他都挺好的评价 简单的说就是人的欲望 得到了满足就叫幸福 那您得到满足了吗 我正在通往满足的不归路上 回不来了人家 试想一边是吃力难讨好的艰难任务 一边是老友哈文的盛情难却 老郭会怎么选呢 这么说老郭再次出马也并非没有可能性了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而去年像大鹏华少等也都纷纷加入到 语言类节目大军中来 因此名嘴们也可能成为相声小品界的生力军 春晚他们要经过很多轮的筛选 如果现在只是因为接到电话就开始大肆的宣扬 最后万一没上还蛮丢人的 不过目前毕竟春晚才刚刚启动 所以阵容到底如何 恐怕导演组自己还尚在斟酌阶段 我们还只能再静静等候些时间了 没有 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上次《少年中国》是因为 我觉得这题材特别感人 正能量的东西 分发向上的东西 首先这个吸引了我 你今年参加春晚吗 不知道啊 请不加信 总好吧到